妈妈我想跟你讲一件事 其实我喜欢的不是女生 她说 那你这样 你这个优秀的儿子 你见宗台大 结果是个gay 我就走到那个小水墩旁边 有一瞬间想要跳下去了 我想跟妈妈说 我还是觉得很抱歉 你的一些期待 好像我没有办法完成 也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 可能有一天我们结婚了 我也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只要开始发现 自己好像喜欢的是男生 有些人会觉得说 同志好像是学习的 或是后天什么 对 但我自己觉得不是 我觉得我是天生的 我自己回想到最一开始是 幼稚园的时候 你这人真的是记忆力非常的好 好可怕 而且我还记得他姓黄 黄同学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中班的夏老师 这我们都午休时间嘛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我跟那个黄同学是被安排在一个 旧钢琴下面踏板的位置 然后那时候跟黄同学睡起来就盖一个被子 然后就觉得就是 很温暖舒服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但是后来就发现 我好像没有对女生这样子 那到了国中高中 好像就比较清楚 因为国中的时候 我发现我跟女生相处的时候 好像就 就像是 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 没有多其他的情愫 然后当你发现你喜欢的是男生的时候 在那个异性恋的社会里面 你一定是会害怕跟畏惧的 所以就会不断的隐藏你自己 嗯 你会有这种想法就是 天哪我怎么是喜欢男生 对 因为我刚刚喜欢我们班上一个人 然后他 他有被我写进这本书里面 对不起哦 你 如果 你被写进去咯 那时候我是发现 原来 喜欢男生这么痛苦 我坐在他的右后方45度角 所以他就在这边我在这边 然后我上课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一直看着他 对 好位置 然后他第一眼被我记得的印象 他穿了一个酒红色Vans的滑板鞋 白色的短袜 然后衬上的制服跟裤子 烫得很平整 折线分明 然后头发后面那个 发尾T很干净 聪明幽默 然后直率 所以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怎么会有种 被电到的感觉 对 然后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可能是 异性恋就是 男生你看到女生的感觉 女生看男生的感觉 我就是我看男生的感觉 就是心跳就是变快了 对 心动的感觉 我就发现 我为什么会对他心跳那么快 我会质疑自己 就是我觉得同事在异性恋的时候会讲 你会不断的质疑自己 怎么会这样 对 然后你其实是很慌张 而且我是在男校 然后男生有时候会开那个 臭gay的玩笑 那时候有一个故事就是 我们老师叫我们写公布蓝的字 然后我负责写一个字 我就拿麦克比 在那个生日白色的蛋糕圆盘上写 然后那时候写到一个车步的字 然后他就靠过来 他说 诶 詹姓你的字很漂亮 他讲完之后 突然拔掉 对 我就 有点紧张这样子 然后他就跑去打篮球了 我现在如今我想起 我想起这件事 我完全忘记 我当时到底写了什么车步的字 嗯 但是我却记得 他的第三个字叫轩 哦 好害羞哦 现在听起来是 我觉得是那种初恋 好像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嗯 但他是同性恋吗 他不是 所以你喜欢上的 你喜欢上的一个异性恋 对 就是所谓的异男旺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呃 不是在一起 同伴 同伴两人 好想在一起 反正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是暗恋他 可是他不知道 因为他那时候好像有女朋友 嗯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说 这个情感要怎么样去安顿他 我们那时候流行MP3嘛 我就听那个 肖雅轩一个人的精彩 超好笑 还有听那个阿灵的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那首歌就陪伴我考学册 当你知道自己喜欢的是男生 甚至你开始暗恋了班上的同学 你有曾经想过 公开自己的现象吗 欸我真的没有耶 我以前真的没有 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 我的闺蜜 嗯 最要公开他的名字就是 廖宜兰 哈哈哈哈 廖小姐 对他跟我是一个中文系好朋友啊 对 那那时候我记得我刚才回家 在捷运的时候呢 在弟弟公馆站的那个黑色的捷运的玻璃 头映着我的脸 跟他 我们两个就 这样子站在捷运里面 他就问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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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是男生的女生啊 直接问耶 第一次被戳到 这不想面对的问题 对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 20岁 我很紧张 嗯 然后跟他讲说 都喜欢啦 嗯 就还说谎 嗯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很神秘的微笑 对就是这个 然后回家之后就想了一下这件事 嗯 而且说天哪 我今年20岁 不是刚好成年的年纪吗 我要对我的人生坦诚了吗 我要这样子隐藏自己 隐藏到80岁100岁 我要活这种虚假的我吗 虽然它是这么样 令我害怕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决定开始修课 我去修台大的一些性别的课程 嗯 在那个廖同学 嗯 讲出来的时候 你当下是 除了害怕以外 会不会有一种就是 其实你很害怕被发现 可是我想你可能也很渴望被发现 嗯 可能深层是 嗯 所以他是我的恩人 有人看到我 也许他很早就知道了 但是他突 可能他可能不经意 为什么突然说出口 嗯 对 所以其实 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时间点到了的感觉吧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跟我妈妈讲 嗯 所以我那时候花了一整个学期休课 让自己信心更稳定之后 也知道说自己没有错 因为那时候会不断的否定我自己自己嘛 甚至想要改变 我会发现说自己想要跟父母亲坦诚 是因为第一个我想要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的儿子很正常没有问题 嗯 第一方面是我想要坦诚我自己 让他们知道说你的儿子在二十多年来 其实他真正的样子是这样 你有把所有预设好就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都想过一遍吗 有我还打一个word 真的 对 把每一种剧本都把它写出来 嗯 如果爸妈 这个反应我要怎么办 如果是同意或是支持 那就是过 对不对 然后disagree 然后怎么办 我要怎么处理 对我以为我准备好了 可是那时候我跟我妈在公园聊天的时候 他就坐在我对面 然后我就看着我妈我就开始哭 我还没讲话我就哭 我不知所措 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就说哎妈妈我想跟你讲一件事 然后他就说什么事 他说你哪里哭 我就说其实我喜欢的不是女生 所以你还不是说你喜欢男生 对我是用否定句来讲我不喜欢女生 然后他就 带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这样 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怎样怎样 就可以找很多理由 你是被谁影响啦 然后什么什么的 我就说不是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嗯 非常尴尬跟怪异的一个感觉 我形容不出来 好他就说那我要回家了 我就陪我妈妈 其实我那时候决定 出柜的点是选在暑假 因为我知道 他们可能会承受不住 我还想陪伴他们 我不是讲完我就跑 对我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 可是我发现我是当事人 嗯 所以 我难过的是他们会因为这件事情难过 而我无法处理他们的悲伤 我承担两份的悲伤 但我还无法消化 我以为我可以 嗯 对那我妈就跟我讲说 好那先不要跟爸爸讲 结果他回去呢 一到家他就啪在桌上大哭 嗯 我爸刚好回来 然后就啪啪了嘛 说为什么你在哭 然后我爸听到说是很生气的 嗯 就还骂我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 我也情绪崩溃 所以就有点像家庭革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 好像他他就听起来很戏剧化 但他就是很真实 嗯 我觉得好像有时候 你再怎么想好 然后可是现实就是没有办法照着你的剧本去走 对 就算你用窩日挡打了 这么多种可能 我觉得你可能在心中也设想过 我怎么讲 他可能会怎么回 可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我最后也是砰 对是爆炸 然后好像是在我的出乎意料之外 无法承接这个 嗯 对然后那时候呢 我阿公也知道了 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 他对我很大的期望 结果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了 嗯 然后他还打电话来跟我讲 对 然后就是有一些 比较激动的话 哼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阿公这样子 我非常伤心 因为以前我跟阿公很要好 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被完全的否定了 因为我的信箱 对 但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变 这件事情已经跟我二十年 我只是在那一刻跟你讲 但他的所有的话语 还有 就让我觉得 被推到一个深渊里面 所以那整个暑假 对很无助 我就几乎每天都在哭 然后我还记得我躺在床上 看那个窗户从白变黑 我觉得从你刚刚所说的话 我觉得那个失落 或者那个难过 是很加倍的 就是首先第一个是 我出柜了之后 你们的反应不如我的预期 不是我最想要的那个剧本啦 所以 我很难过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难过 然后再来是一份愧疚 就是自己好像掀起了一封 一场心风邪雨 这是你造成的 对 你会觉得是这样 会觉得是这样 所以你会把这三个人 你的家人们 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焦虑的感觉 觉得是自己的责任 对 然后你无法承担这么重的压力 对 你觉得很愧疚 因为让他们那么难过 对 而且 阿公这部分我再补充了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想跟他讲说这是真的 但是我想办法 我讲了好你不相信 他一直说 怎么可能 你还是可以跟女生在一起了吧 这种漂亮的 他还给我看什么的 我 阿公你在干嘛 这是我不喜欢 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 那无法跟你讲 那我就用讲故事的方式 我就带着我的国中跟高中毕业经验册去 拿两本厚厚的书找他 然后我就说 这个男的 我已经暗恋过他 他叫某某某 好冲击 对 很夸张啦 我就想着亲爱的我在干嘛 然后阿公看到之后就想说 嗯 他就有点冷静 他发现好像是真的 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 好像他也不认同 然后我们就有点就是情绪上 他就叫我出去 我就被赶出他的家门 他是第一次就是把我赶出家门 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在阳台就是绑那个鞋带的时候 我就一直哭 眼泪就是低调鞋上 我想要绑快点我想要跟他离开 然后我就带着两本很重的书 那时候 毕业纪念车 对 太阳很大然后又哭又流汗 我就走到那个小水墩旁边坐着 就真的有差 有一瞬间想要跳下去了 可是我发现我不行这样 我还那么年轻 我还有这么多美好要闯荡 然后我那时候是看到一只白鲨飞过来 他就站到前面很宁静祥和的看着我 我就觉得他给我一种力量跟鼓励 我就觉得说 这么轻盈的心 我一定要就是到那个时候 我不能现在就放弃 虽然现在我被否定或是非常难过 我真的爆哭不知道多久 然后就一搏一搏的走回家 可是你回家之后还要面对你的爸妈 我的爸妈 在跟父母出轨之后 你会有一种深深的被抛弃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说可能是很失落 然后不知道会不会转成是一种愤怒 我觉得说你们认识的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我 你们期望你们的儿子是这样 所以你爱的是你儿子而不是我 就是爱的是他们投诉的一个形象 假象的一个人 你有这种感觉过吗 有啊 对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课题 阿德勒有句话叫课题的分离 对 有时候是我们不可控的 我们只要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 先掌控好就好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贪心 我们会想把别人的情绪 一起拿进来承担跟处理 可是我们忘记了 其实生命都会有重生的本能 父母亲他知道自己的这个 同志子女的真的性向的时候 当然这是一个可能很擎天辟地的事情 我们也会非常不舍 对 但是我现在也相信说 不要太小看他们 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都能够长出力量 对 需要时间 就像我一样我经历20年 我也曾经害怕过啊 有一句话说 子女出贵父母入贵 因为他可能会害怕亲戚怎么看他 你这优秀的儿子 你见钟抬他 结果是个gay 丢人现眼 对 因为以前同志会被贴很多的这种 负面调遣 我觉得要私下这些标签 去看到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与那份爱 对 他不会因为你的性向而有所不同 可是 可是这是当初的你 就有办法去消化的吗 我经历过10年 慢慢的走过来才知道 当时候你出柜之后 每一次回家 你的爸妈可能给了你一个很失望的眼神 你怎么去看待 你就是接收到那个眼神啦 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只能默默躲回房间 然后让时间去冲淡他 你会 你会愤怒吗 你会讨厌他们吗 愤怒好像还好 比较多的是失落 跟失望 你有想过你想要怎么做吗 你想要再更贴近的去让他理解吗 还是逃离这个现场 我记得我有好像两次吧 有想要跟他们好好的坐在沙发聊我的故事 但他们可能还没准备好 所以他们没有想要听我的生命故事 然后我甚至也把一些资源啊什么什么都给他们 但他们又要看 但是我觉得 我也要做到这部分 就是我不能好像丢了一个炸弹 然后不处理 虽然我会不断的好像又承受另一波的冲击悲伤 你很坚强又很贴心的人耶 但是就心里要很强大 对 对 对就是边哭边做这件事情的 当时候有什么东西支撑着你吗 自己说服自己吗 就每一次你要进家门的时候 你知道你会换来的是什么样的对待 或是什么样的失落感 你要怎么去说服自己坚强 没关系我再努力一下 没关系我没事 没关系我很好 不是我的错 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跟自己讲吗 对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就是把床间的灯关掉 躺在地板上 然后听音乐 然后看着那个就黑黑的房间 我就在那边边哭边流眼泪 然后我就想说一定会过去一定会好的 我觉得我们青春期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很孤单的感觉 然后我们在成长父母也在成长 对他们也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很心疼父母的一点是 对你来说你的性向是从幼稚园你就开始怀疑了 慢慢的认识间那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可是你妈妈是在公园的那一刹那 得到了百分之百的炸弹 就像一个巴掌或是别人揍你一拳那么痛 所以他需要一个平复的时间 那其实我们跟原生家庭都是非常深的连结 甚至我们感受到爱 很多东西都是家人给我们的 我们会有勇气去面对外界的世界 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对 可是在那一刹那 那个冲击却是爸妈给你的 那一刻你会觉得好孤单好可怕 对 你这时候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信心 我觉得第一个是靠阅读 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台大总图接一本书 叫出柜评看厅 那本书好像被蛮多人翻过 然后我看了之后天哪 他有教我们怎么样出柜 然后跟我们怎么肯定自己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去博客人买一本 因为要画影光笔还做笔记 我还记得我读完某一段 然后写说你很棒 然后with tears 看完那本书吧 那本书就藏在我房间某个很深的角落 不要让我妈看到 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说 蛤 我真的是几万人生了吗 嗯 这是事实吗 你也很想要扭转这个事实的感觉 那如果我扭转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呢 对 就不会有这些暗恋的对象 跟这些故事 那我现在会会后悔我的出柜吗 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不会后悔 因为我觉得也许这个身份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笔物 它让我经历过这些痛苦跟肯定的过程之后 我现在成为了老师 有缘的孩子们 如果有这样的性向身份 他一样遭遇了类似的难过 或是家长有相关的疑虑 他们有一个人可以信任 可以有一个出口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到竹中 我就把那个婚姻平权的彩虹丝带绑在我座位上 我就想要让学生们知道说 这个老师他是支持多元性别跟性别平权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救命神 对很多学生来说 其实很多不敢出柜的孩子 他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在探索 然后小心翼翼的在看谁有可能会伤害到我 所以当他看到这个老师绑的那个彩虹旗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这是一条他可以求救的路线 对 我觉得你是准备好才出发的耶 也不能说幸运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同性恋 他在出柜这个议题上 他反而做好了很好的分割 他可以把你的自己的课题 跟是对方的课题分得比较清楚 然后这可能也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 你看了一些书 然后上了一些课 然后我很想要说的是 我觉得这并不是只有同性恋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 都会有父母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对 你在他们所谓的叛逆或反抗的过程里 他们会觉得我都不认识你 你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女儿 然后这时候身为小孩的我们 其实是会很失望的 然后甚至会有点生气 或者是会怀疑 怀疑父母给我的爱 你根本不是爱我的 你爱的是你的 你的那个家乡的儿子或女儿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混沌的当中 慢慢的去摸索 然后很重要的一刻 其实就是你最后走出来的这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当你分清楚了哪些是父母他需要去 他们的课题 哪些才是你自己的课题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界限 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转列点 对 因为当你还在混沌的时候 你还在现在里面 可是当你跳出来你发现说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也质疑说 我会不会很自私 为什么我讲了就讲了 然后不管他们什么的 但其实我是想要照顾他们 但我发现我那时候能力还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课题的分离 并不是说我永远跟你切割 我会知道说有哪些事情是 我可以控制的 那我不能控制的我就要学会放下 对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礼物耶 所以你把它当成是你的礼物 而不是一种痛苦的曾经 我觉得这很特别 我把它当礼物 对是一个带着眼泪的礼物 对 那从你出柜到现在 经过了这么久 你跟家人之间有什么变化吗 我会发现 第一个他们还是非常的爱我 应该不是发现啦 一直以来都是 从日常的点滴 比如说妈妈还是煮饭 然后叮咛你 问你过得好不好 然后今天跟谁出去玩 什么什么的 如果他恨你或讨厌你 就应该不会这样做吧 或是真的想要断了你这个儿子 所以我觉得妈妈 他其实也是有很多 复杂纠结的心路历程 虽然我还是非常心疼母亲 可是我会尽量的 展现出我对他的爱 比如放在按摩啊 陪他聊聊天啊 陪他逛逛街啊 让他知道说儿子没有消失 他一样 他只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 而这个我觉得是母亲要学习接受的 嗯 我觉得很很深刻耶 就是 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在父母的避孕下长大 然后我们都一直有一个人可以支撑着的感觉 可是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的要把那只手放掉 你会感觉到很深很深的孤独 但才从最深的孤独中你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 对就是当你发现你不能再依靠任何人的时候 然后你才发现你自己长大了 但那个孤独虽然是每一个人的课题 可是我觉得身为人最可贵的就是这份爱 嗯 对就是 你到头来你会发现 虽然父母会期望你是某个样子 虽然他们可能用错的方式去爱你 可是你不可否认的是 他还是会关心你 他还是希望你好 即便你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对就是 那个出发心 那份母爱父爱 我觉得是不变的 嗯 对只是过程啦 方法这些都是要学习的 嗯 对很可贵的是身为人有这份爱的能力 所以在我们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用同等的爱去回复 回复我们的父母 对对对 我觉得真正的孝顺是这样子 就是 嗯 你知道说父母亲对你的期待 但你也知道说你的极限 嗯 然后你的无法在哪里 可是你依然不会否认 你也不会放弃你想要跟父母亲 就是 的连结 连结对 你还是很爱你的父母亲 嗯 对 我觉得这也是子女要学习的一个地方了 嗯 对 前一阵子有个前辈 然后跟我讲了一段话 让我有点当头棒 嗯 你会发现 一开始小孩都会觉得很很愤恨 就是为什么父母总是要对我们有这么多的要求 嗯 或是你们总是想控制我长成你想象的样子 嗯 但我不是 所以我很挣扎 可是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 其实我们默默的也希望父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对 对 所以有人跟我说其实你也很想控制你父母 我那一刻就觉得天哪 我用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去回复他们 其实他们也是一样的痛苦 没错 对 所以 所以其实 你理解他们 你也希望他们理解你 那一刻就是 虽然我们可能互相有些 有些想法 我没有办法马上的导正 或是马上的理解 马上的unline 那是我们双方个体自己的课题 可是我们之间深深的连结那份爱 是不一定需要去减少的 嗯 所以就算可能你父母还没有办法接受你是同性点这件事 这是他需要小话 嗯 对 可是你还是可以付出你的爱跟他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对 其实他不冲突 从你的故事里面也可以听到你这一路的成长跟挣扎 我想要请你送给你的爸妈 就是你有什么话想跟你父母说吗 嗯 我想跟妈妈说就是 虽然 20岁那一年给你一个这么大的炸弹 对 那我也不确定 就是自己应不应该跟你讲这件事情 可能那时候比较冲动 造成你的一些压力或是 难过 还有你的一些 呃期待 好像我没有办法完成 我还是觉得很抱歉 但 嗯 我也想跟妈妈说 其实我非常的努力 就是在往我想要走的路上迈进 那 嗯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感受到妈妈对我的爱 就是可能我平常不太会表达爱 但是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份爱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很努力了 对 那 也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 跟 肯定我 就是在 性向这一块 就是你的小孩非常的正常 他也没有做坏事 对 那 嗯 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 嗯 希望 未来 有机会 如果我找到 适合的另一半 maybe有一天我们结婚了 我也希望你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 嗯 那 最后 你有什么话想要放给你自己 嗯 我会先 想要跟张嘉欣说 就是 我想要谢谢你 就是 一直以来都 陪伴着自己 没有放弃过 有啦 可能有几次放弃过 但是 就是还是很努力的 坎坷的走过来 看起来好像是披着名校的光环 然后人生的胜利组 那其实 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 只有自己知道的 对 那 我也想当你最好的朋友 如果今天 你有什么样的痛苦或心事 嗯 我想用朋友的角度来跟你说 有些压力 你可以不用一个人承担 对 那我也 祝福你 能够继续 去快乐自在的 活出真实的自己 加油